学校大门口一群夜间部学生 骑着机车等放学 但他们动作频频 不断制造噪音跟骚动叫嚣 一名学生甚至点燃蝴蝶炮的引线 大手一挥用力往门外乱丢 一瞬间冒出火花盒阵阵白烟 还有学生把车骑到女教官身边 把机车喇叭当乐器 照着节拍狂按 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原来是因为校方希望 确保学生下课后行车安全 想调查夜间部下课时的车流量 导致学生不能马上离开校园 学生等不及失去耐性才会胡闹 正当女教官跟其他几名学生 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拉扯机车时 一名白衣男学生趁机上前 将铁门拉开 尽自放大家骑车离开学校 学生挑衅教官乱丢蝴蝶炮 校方表示将调阅监视器 对违规的学生予以辅导 接下来就会邀请他们过来 予以辅导 资商然后顺便跟家长 说明这种状况 学生为了赶着放学 狂待教官按喇叭挑衅 甚至乱丢蝴蝶炮 已经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荒唐的行径 让人看了直摇头 记者和梦前王爷的新竹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